位在新北市的金山万里一带的半山妖处 有一座剑寺二十多年 位处招财穴的财神庙 虽然庙龄不高 但是每天来参拜的商客却络绎不绝 庙中所奉似的五路财神 进攻活佛 弥勒佛 多位的神明 求财也保平安 去美玉 金山万里交界处的半山妖处 有一座剑寺二十多年的财神庙 坐落在招财的风水宝穴上 每天相客络绎不绝 我们这边是一个胡尔招财穴 所以它是一个求财的一个宝地 所以当初我们就在这边设立了 就是在我们五路财神来这边安座 我们88年开始起建 然后91年安座 那目前已经是21年了 一天大概都是一两千人上下 那礼拜天就是人会比较多 那礼拜一就是有一些业务 或是公司行号 他们可能刚好开会 然后开完会之后就来我们这边拜拜 想要补财库 写下姓名 再连贡品面对着财神爷 放在贡桌上 让神明知道自己的身份 祈求保佑 或是点亮财神灯 旺盛财运 去美器 求财器 可以向季工活佛祈求时来运转 或是沾沾弥勒财神的喜气财运 我们季工这边除了我们求 跟五路财神求财之外 我们季工也有会帮你去美器的扇子 那如果香客啊 如果他最近觉得他状况不太好 其实可以拿扇子来扇一扇 去美运 对 对 改换一下你的运气这样 我们就拿扇子这样来扇一扇 然后扇完之后 在季工的祖炉那边就过炉这样 那或者是到米勒那边 他有一个换钱的动作 就是你以你的旧钱 来跟米勒来换一个新的钱 来换气的概念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希望财运旺盛 财源滚滚旺旺来 但秉持善念 不投机取巧 脚踏实地的工作是正裁的来源 也是妙方的理念 如同妙方石柱上 财神酬勤庇佑基善之家 天道治正保佑精进奋发之人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新北采访报导